豆包探險就拿著一枝枝裝作一些奇怪標本的玻璃容器 另外還找到大堆疑似人類的骨頭 附近還好像有人祭拜過、有用過的香 歡迎回到生活以上,我是主持阿京 無論在香港還是外國,一直都有一群淡肺的愛好者 喜歡深入一些被廢棄的荒蕪的城市、建築或公共設施去探索 只要在YouTube一搜尋 Abandon Place 你就會看到一大堆這些探廢影像 而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來自中國抖音的一位主播 他是一個探廢的愛好者 跟很多其他探廢愛好者一樣 他都有經營一系列的探廢影片 而他的頻道就叫做豆包探險 這位主播不算是一個很有流量的人 但就在去年的年頭他就釋出了一條片 在一條片中,這位主播處於一個很神秘的空間 還發現了很多很不得了、很詭異的事情 包括一大堆應該是屬於小童的物品 還在一池水裡發現了大量嬰兒形狀的人形物體 這件事後來在中國外地惹起了關注 還傳出了外國 有外國網友為了偵查事件 還特意開了subready和discord 還拍片去報導和分析事件 這場偵查仍然在進行 所以還未有一個定論 但已經有很多不同程度的推論和分析 今集《生活異常》 除了會和大家討論這個極度詭異的探廢事件 還會和大家分析這件事到底有多真、有多假 同時還會收集不同人對於事件的推論 究竟豆包探險的這條片背後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在這條新片之前 他的帳戶已經有五十多六十條片 都是一個以探廢為主題 帶大家去探險的頻道 而今次這條新片都是一樣 我就剪了一些精華給大家看 來吧,是用你們想看的 地下實驗室的原因效果 這些為道具 都是一些影視道具 它是用的 視頻的限制 大家心裡懂 看細節 這個就不多說了 在這條四十四秒的影片中 主播講的東西很少 但信息量很大 它身處在一個地下室的空間中 而看看擺設與設施 這個地下室又疑似是一個實驗室的空間 最起碼主播自己都是用實驗室去稱呼這個地方 因為畫面可能做了少許處理 實際上池水上浮起了各種嬰兒型態的人形物件 或者再大膽一點說 應該就是有一大堆嬰兒遺體 浸在一池水或者化學品中 而這裏需要解釋的是 雖然主播不斷強調它們只是電影道具 都是視頻效果 皆為道具 都是一些影視道具 但主播這樣說 其實是為了避開平台的審查 它那句視頻的限制 大家心裡都懂 都證實了這個動機 而在片段的最後 大家還可以聽到 在畫面內的主播不斷乾吐的聲音 但就不知道到底是因為現場環境太臭 還是因為當時的畫面太過震撼 而其實在這段影片播出之後 並沒有引起到國內或國外的大事討論 我找回全網用百度搜尋 在這段影片播出的半年之後 都只有兩個關於豆包探險的結果 當中就有一個人問 這個實驗室影片到底是否真的 因為這類型的探廢影片 經常都會結合一些恐怖的元素和情節 經常都被踢爆造假 在外國也有不少這些例子 甚至乎可能是早上報完景 晚上就拍了它 一天搞定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段影片沒有甚麼迴響 本身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你們剛剛看過這些畫面 你們覺得是真還是假? 為甚麼? 是假的 阿雞覺得呢? 我沒有覺得是假的 因為我沒有見過屍體 我不會知道實際出來是 你說了一個很好的點 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其實我不知道一個人的屍體 在不同時期其實會有甚麼變化 或有甚麼模樣 而其實要等到事件引爆 幾乎是一年之後 在2023年的年頭 Reddit上面開始有人關注這件事 隨後還為了方便討論 他們還開了Subreddit和Discord 但問題來了 為甚麼要在影片出了一年之後 才突然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呢? 無論是在百度用簡體字搜尋豆包探險 或用英文在Google search Bean Back Adventure 所有的result 幾乎都是在2023年的年頭出現 之所以是這樣 因為雖然第一條片沒有引起任何的漣漪 但就在事情的十個月後 豆包探險不知道出於甚麼原因 再次回到這個實驗室的空間裡 以下這條片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2022年12月26日 豆包探險再次來到這個他口中的地下實驗室拍攝 而我們亦獲得了更多關於這個地方的線索 除了知道這是一個地下的空間 而似是一個實驗室 今次他口頭還說了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防空洞 試駕10個月的拍攝 我們先不要說細節 但比起2月頭那條44秒的短片 今次這條片的風格明顯要寫實了很多 這條片大約有兩分鐘左右 我再展輯了一些精華給大家看 在這條片中我們可以看回那一詞的不明液體 以及一大堆不知道是模型玩具 還是真的曾經擁有過生命的軀殼 而又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 眨眼地看軀殼 好像比上一條片大了些 又殘舊了些 另一個重點就是今次主播自己都開口說 說現場的戲味非常令人難受 還說自己感到頂到都挺佩服他自己 真的啊 我都佩服了自己 這個位置我都能挺住了 看來上次的片 最後他不斷地乾吐 應該都是因為這樣 至於臭味的來源到底是來自那些化學品 還是來自那些驅學 我們這一刻就未能夠確認 而據中國和外國網民的說法 這些片一共有四條 除了有一開頭 2022年年頭那條 四十四秒的短片 還有同年十二月尾 大概兩分鐘的片 原來另外還有兩條片 包括這條一分半鐘的片裏面 豆包探險就拿著一枝枝 裝作一些奇怪標本的玻璃容器 另外還找到大堆疑似人類的骨頭 附近還好像有人祭拜過 有用過的香 還有另外一條就不是在地下室 而是上回地面的位置 今次我們可以很清晰見到整個建築物的外觀 而在建築物裏面就發現大量疑似人類的骨頭 另外還找到一個小朋友的面具 以上就是關於這次事件的所有影像資料 而大部份網民所關注、所討論的 主要都是後面那三條片 我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這些片 覺得真不真、假不假 其實我本人沒有什麼頭緒 但因為在網上見到這麼多激烈的討論 又在Reddit開分版、又開Discord 又有人說很真 當然也有人說擺明是假 這樣就給了一些興趣 我想去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為什麼有人覺得是真 既然覺得不是造假 這樣又要怎樣去解釋這一幕又一幕 這麼詭異的景象呢? 就以2022年2月拍的這條44秒的片 和同年12月拍的這條片去比較 很明顯是來自同一個場景 還可以看得出這些物體有隨著時間 或者隨著化學品的侵蝕 在10個月的時間區間裡面有著明顯的變化 而如果我們相信這些人形物體不是物體 而真是人的話 這種應該就是遺體腐難的現象了 而關於真實性方面 到底這些是否電影道具 就有很多網民說如果這些是道具的話 就未免太過逼真了 而且這次還要表現這個10個月前後的變化 可能真的要荷里活大師才做得到 我現在不知道這條片出街之後 要不要打很多格子 所以我就口頭和大家說一下這些變化 就是由原本還是清晰可見的面部 有輪廓、有皮膚 現在就已經變成了一些骨頭 而骨頭上可能還沾負著一些殘留的肉和組織 另外再說少少細節 有網民就指出這些遺體已經出現了巨人觀 意思就是指免疫系統停止工作之後 體內就會滋生大量細菌 同時煤在分解遺體的時候會產生大量腐敗氣體 最終會令這些遺體膨脹成像巨人一樣 我不假裝自己懂得分 因為我始終都不是這個專業 我只是歸納其中一派網民的說法 但我自己都會覺得 如果你說第一條片的道具都尚算合理 但你這次居然要表現這些道具在10個月後的變化 這樣的話它的製作成本應該都頗高 而其實最令我在意就是這一點 即是好像你拍電影會拍續集 通常都是因為第一集的票房很好 但說回2022年年初那44秒的短片 本身就沒有造成過任何熱烈的討論 那為何還要在10個月後拍續集呢 要花這麼多錢 要這麼大費周章 要加工一些道具 又要加上一些歲月痕跡 明明可能拍新的內容還化算 而主播在去年年尾條片 亦即是在續集裡 亦都沒有放大或特別提起過這些變化 就更加令人相信 主播造假的動機並不是那麼強 而假設他沒有造假的話 那豆包探險到底身處的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這個地方為何會有這麼大量的遺體 這麼大量遺體的背後又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 以下我就要講一下網民對這件事的幾個推測 而在講各種推測的時候 我都會提供一定的理據 去講一下為何可信和不可信 第一件事大家都會想到的 就是黑市器官買賣 加上中國是一個器官捐贈相對少的國家 說有這些黑市市場的存在本身就不令人意外 但有一點必須強調的 就是如果片中那些華爾維體都是大人的話 那黑市器官買賣這個說法也挺有可能性的 而片中所見很多都是屬於嬰兒的身形 而在器官的移植或者器官的買賣裏面 嬰兒不是完全沒有價值 但市場就相對地小 當然我們也不是要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 但同時也解釋不到 為何會有這些遺體在腐爛 如果有利可圖的話應該已經拿去交易 所以在這裏我想提供一個聽起來更加合情合理的版本 這個推論就是標本工廠 關於這個標本工廠的推論是由很多網民提出 已經成為其中一個最主流的推論 推論就是原來當年有一間由歐洲開來中國的標本工廠 因為在製作標本的時候會產生大量難聞的味道 於是便選擇把工廠設在遠離引煙的防空洞裡 即是大家在片中看到的這個地方 而之所以在中國落地是因為在歐洲做標本 受到的群眾和道德譴責比較大 法律責任比較麻煩 成本自然更加昂貴 而其實網民這個推論是有影射性的 話說當初真是由一間歐洲的標本工廠 來到中國設廠 而最後是倒閉收場的 網民其實就是猜測會不會是他們倒閉之後沒有好好善後 就這樣荒廢了這個工廠 連同這些遺體永遠留在這個地方 而因為實際上這間工廠真的存在過 加上嬰兒的標本價值會比成年人的標本價值高 就解釋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嬰兒的標本在這裡 至於片頭看到那些玻璃瓶裡裝著的 很可能就是用來防腐的福馬林 每個情節都對上了 但事情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因為其實說回這個推論 都存在很多疑點 首先他們影射的這間工廠 這間工廠的倒閉時間 其實已經有超過十年那麼久 說隔了超過十年 這些遺體都還這麼清晰可見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這麼合理 而就算我們假設了 那池水其實整個兜都是福馬林 所以經歷了這麼多年後 都還可以保存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又真的見不到有什麼追蟲、烏蠅等等 但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為什麼在十個月後 豆包探險在年尾再回去的時候 那些遺體的腐化程度又加速了這麼多呢 總不會這十年來 福馬林都好地地 但就剛巧在豆包探險 來了探險之後 那些福馬林就急速地失效吧 但其實這個已經是這麼多的說法裡面 最有說服力的一個 而除了標本和器官買賣之外 亦都有連環殺手藏身處的說法 以及是一個收買大體老師的地方的這個說法 而最誇張的是聽過 在韓國有一種若軟 有一些嬰兒磨成粉厚的成份 而據聞這些粉就是來自中國 又會不會和這件事有關係呢 但這種完全沒有理據支持的說法 自然應該要忽略 所以暫時都只有標本工廠這個說法 是比較可信的 而關於事發地點的猜想 有人就憑著豆包探險的口音 覺得它很可能是在北方的地方 而另外亦都有人憑著第四條片 即是沒有落到地下室 只是在ground floor拍攝的那一條片 再根據Google Map去做比對 發現這個地方很可能是在越南 但其實這班ready網友 可能犯了一個很大的缺失 就是這條片可能從來都不是屬於防空洞系列 如果你看回豆包探險的抖音 看它的bilibili 又或者是其他平台 你都可以看到它已經停止更新 包括去年年頭拍的44秒短片 以及去年年尾隔了10個月後拍的片 都已經消失在平台上 但唯獨那條在ground floor拍的片 依然保存在平台上 如果用陰謀論的看法 有人想掩飾真相的話 怎麼都會把同一系列的所有影片下架 為什麼唯獨是會保留那一條片呢 同時看回它這條片在不同平台上傳日子 抖音就是在2022年10月13日 在bilibili就是在2023年1月1日 和第一條、第二條出街的片時間並不連貫 同時第二條片 即是2022年年尾拍的那一條片裏面 主播都有開口說 再訪防空洞的這句話 這樣就表明了這條片 其實是接著10個月前第一條拍攝的片的後續 至於在ground floor拍的那一條片 根本就沒有說過類似的東西 根本就是不關事的內容 但就算現在在youtube上面 去講解這件事的分析片 都有發生這個誤會 之所以發生這個誤會 相信都是因為語言的隔膜 再加上當初reddit上面那班人 看到這系列的影片 都是透過youtube上面 一個叫做limbo的人的account limbo就上傳這四條片 還起了標題 將這四條片當作同一個事件 所以reddit的網友就照單傳收 傳傳下成為了英文世界的推論 甚至反過來影響中文世界的人 因為這件事的資訊量太大 我不驚不覺說久了一點 但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實在太多疑點了 如果大家花點心思去看主播的其他影片 會見到他一時去玩什麼紅衣遊戲 又玩什麼梳頭遊戲去招惹鬼魂 即是會做很多那種嘩眾取寵的事 所以有網民指他是一個造假的主播 其實都不意外 始終我們手上的資料太過愧乏了 我們可以肯定的只有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是很肯定 關於這個防空洞探肺系列 如果未來有什麼新的資料 我會再跟大家update 今集的生活異常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想聽 想我去講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